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法国政府上个星期强行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 目前相关法案正在等待宪法委员会进行审议 而这个结果已经让大批不满的民众上街示威 而且大罢工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打破沉默 第一次就退休改革法案所引起的危机 在电视直播访谈中做出了回应 他坦言尽管他本人也不想推动这项改革 但是随着退休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保障法国退休制度的运转 退休改革法案的推行势在必行 马克龙表示如果不推动改革的话 那法国的财政赤字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因此他希望年底之前就能够实施这项改革 而自退休改革法案推动以来 法国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只有32%的法国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 虽然民调结果不尽理想 但是马克龙表示如果要在只反映短期状况的民意调查 和国家的长远整体利益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他说他会选择后者接受现阶段不得民心的结果 法国政府强制通过备受争议的退休改革法案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首次在电视直播中回应时坦言 他已经预料到会出现这样不受法国人民欢迎的局面 但是马克龙强调 这项法案有其必要性 甚至希望能够在年底前就实施 马克龙说法国的养老系统 早就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如果再不做出改变 到了2030年 法国的退休人数将达到2000万人 尽管马克龙公开表态愿意听取人民的心声 但是聚集在法国街头观看马克龙电视直播的民众 似乎并不买账 纷纷表示对马克龙感到失望 有工会代表扬言 明天会继续上街抗议示威 如今暴力示威抗议的场景 每天都在法国各地不断上演 昨天晚上 示威者再次占据巴黎街头 还将一袋袋的垃圾堆满在马路上 宣泄不满 期间也有记者遭到警员推撞 随着多个工会已经表态 今天将再度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 看来这场因为改革方案而延烧的罢工风波 近期内还是看不到尽头